浇水 最近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过雨了 地里特别旱 然后今天给牡丹浇一次透水 这边都是两年的牡丹 到秋天算是两年整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下景 从这边抽的水 引到地里面去 其实牡丹还是挺抗旱的 但是最近吧 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了 今天就要去透水 里面现在的水已经积得很高了 我爸在穿的雨鞋 烫着水 在那个 看哪里没有浇透 再给它引过去 这两年的牡丹 其实它的长势还是很有不同的 有的品种长得快 它就比较大 像这边长得就比较大一些 那边那一小片 也是两年的 就长得那么弱 还有那边 稀稀拉拉的 比较小 也是长得不太好 看到一只鸟 走 看见了一颗黄金鸽 长得比较高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就是这一棵 手指的这一棵 这个是金鸽 开的是负色系的 两年的金鸽 这棵长得真是非常大了 很少有两年长这么大的 往那边 那边那片都是花王 花王的长势 一看就能看出来 它长势特别快 而枝盖也很粗壮 高度长得很快 这边就是丛生的中原木杆 长势各有不同